接著要開始一個重點 叫做核能 核能就是這個牽涉到原子核的反應 它有兩種 一種叫做核融核 一種叫核分裂 這個是台灣的說法 大陸的說法叫做核裂變或者是核聚變 你除非找到的是台灣的資料 否則寫的都是核裂變或者是核聚變 大陸的切齁 不過反它就照我們家核融核跟核分裂 所謂看字就好了知道什麼叫融核 加在一起嘛 什麼叫分裂 分開嘛 所以核融核就是從小核變成大核 我們國中只教到公里差不多只教到 氫會融合成氦 那我們上地科的時候教過 恆星為什麼可以發光發熱 因為它進行什麼反應 核融核反應 叫做小的變大 然後還有大的變小的叫做核分裂 第一顆原子彈 廣角化原子彈就是用核分裂做的 現在的核能發電廠也是用核分裂 核電廠是因為我們後面才會教 核電廠也是用核分裂來做的 OK 就是兩種 長這樣看圖 看圖 那這個圖在圖上面呢 就是一個上面是核分裂 顯示的從大核變成小核 然後會產生出能量 底下的圖告訴你呢 是小核變成大核 然後產生出能量 什麼產生的等一下告訴你 它一個重點就是那個 旁邊看起來刺刺的 上面兩個都看起來刺刺的對不對 有一些邊邊那個錶是它有放射線 它有放射性 所以我們現在的核電廠做出的東西會有什麼 會放射線 所以才會有反核人士說它一害萬萬你 因為它有放射性很難消掉 那核融核就沒有 核融核就沒有放射線 沒有放射性的問題 所以就是用圖示告訴你 就叫核融核一個叫做核分裂 那麼重點是它能量碼碼碼 會不會有能量 等一下告訴你 就這個 直能轉換 直能轉換 泰因斯坦的直能轉換公式 它的質量會換成能量 能量會換成質量 好 直能轉換公式 怎麼算 1等於mc平方 1就是能量 m就是質量 c就是光速 每秒3乘10的8公尺 還要平方 還有平方 考試一種問題就是問 請問你這麼多的質量損耗之後 才有產生多少能量 就這樣帶一算 那你算得到注意 這個m大概是什麼 公斤 可是我剛才給你一點是1公克 0.01公克 你直接把公克換成公斤 公斤 出來才會正確的焦額 那就是焦額 所以公斤 公斤 1等於mc平方 1等於mc平方 背下來 做計算 有人問題 唯有1公克的質量完全消失 可以產生多少能量 再計算就可以了 叫做核能的來源 那麼還有一件事情會考會重要的 叫做放射線 放射線 放射線 放射線呢 基本上有三種 一種叫做 阿法 阿法射線就是 亥原子核 亥原子核 裡面有兩個子子 兩個粥子 所以呢 阿法就是 亥原子核 它就是 原子核帶什麼電 帶正電 對 帶正電 那穿透力最薄弱 用一張紙就擋住了 就擋它 就擋不來了 所以 它沒有什麼傷害性 它沒有什麼傷害性 阿法 阿法 下一個叫做 β β是電子 電子 電子什麼電 大概是負電 負電 穿透力中等 要用這個鋁箔 才能把它擋住 或者是鋁箔 他要把它擋起來 然後把它擋起來 好 穿透力中等 那 另外一個叫做 γ γ是電子波 所以它不帶電 它要穿透力最強 穿透力最強 要這樣這樣這樣才能轉住 我講過了 我姿勢快力有寫 這裡有寫 兩個數字不看 一樣 但是大部分的 我查的資料 大部分的資料 跟我這個一樣 大部分的資料一樣 100公分厚的 1公尺厚的 滾泥土 或者是20公分厚的 籤板 可以降低它的能量 然後呢 如果是γ設計 在台電資料 說要10公分以後 10公分以上的牽板 所以核能發電廠外面 就有一個很厚的圍組體 鋼筋水泥的圍組體 擋住誰啊 擋住你的γ設線 擋住你的γ設線 這個考過很多遍 古時候考過很多次 考過有兩種題目 第一種題目就是畫圖文字 問你誰穿透力最強 或者圖上面 這個穿透力最弱 請問它是誰 它是誰 α最弱 γ最強 β的中間 一種問穿透力 另外一種 下年才會教 帶電對不對 下年會教 帶電的東西 通過磁場 會受力偏向 就畫圖 或者是問你 請問你 我α射過去 要偏哪一邊 或者圖上面 畫給你說 我偏左邊 偏右邊 問你它是誰 它是α還是γ γ因為不帶電 它就直接都會穿過去 可是α跟mega 就會受到電磁作用力會偏向 問你偏向 那個是下距離才會教 才會出現的 但是真目的就是告訴你 穿透力強弱 是你背好 背什麼 背 它是誰 是誰 α是原鈦核 β是電子 γ是電子波 背什麼 背它帶什麼電 α帶正電 β帶負電 γ不帶電 今天該背的把它背好 就可以了 就是有關於放射性的問題 OK